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就是那个大美女打击的老公 传说中的残暴无比的咒王 她还喜欢搞酒吃肉林的大派对 谈钱伤感情 谈感情伤钱呢 说吧 你要多少钱才能离开我儿子 那我们先来谈谈钱 你知道钱最早是什么吗 钱 这个在汉语中言语至今的货币的别名 财富的代称 在中国第一部权威字典说文解字里 解释说 它本来的意思是 古代一种种田用的产字 这可不是什么用词造句的巧合 而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如果你见过这些从殷商都义贩卖到各地的青铜农具 你会惊叹 这几乎与几千年之后 中国农村使用的工具 没什么两样 今天汉语中几乎所有关于贸易的词汇 都与商这个朝代有关 从事贸易的行业叫商业 进行交易的过程叫商量 商议 商谈 商洽 卖东西的房间叫商店 商场 做买卖的人叫商人 殷商时代流行的青铜铲子 因为使用价值稳定 价格又具有代表性 也和贝贝一起演变成了一种通用的货币 当然了 殷商时代的人们 肯定不会扛着一堆铲子铁桥一样的 青铜器除该 如果此时的你拥有数不尽的贝壳 那么你就是殷商时代 遍及东亚大陆的品类丰富的自由贸易 催生了殷商时代 方便交易的货币的诞生 优美的方便技术 便于携带和剂量的贝壳 逐渐脱离了服饰的属性 成了祖先当作交易技价媒介的公认之选 在殷商时代 串成串的贝壳是最流行的货币形式 可以用来交换任何商品 从商贷到西州 它都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形式 就是刚一遇见这个男孩子 就送了一百多串贝壳项链 要知道啊 海贝的产地距离农耕的中原 相聚何止千里 每一串贝壳的项链 都是难得的宝贝 出手就是一百串 说明这个男孩家里很富有 尽管有羡负之嫌 但诗歌中的女孩 紧接着就跟着富二代 去和尚荡起双脚 泛泛扬舟 我心则休了 那不是项链啊 那是赤果果的金钱诱惑 那么问题来了 朋友 你对朋友或许缺乏基本的了解 朋友是什么 我只会心疼哥哥 次我摆棚的棚 是指由十枚特定贝壳串成的一串 叫做一棚 是殷商的一个货币单位 十倍为一棚 棚就是一串贝壳 所以朋友真没那么简单 现在知道那个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 是啥意思了吧 好吧 都这么直白的谈钱了 那也就不装了 关于钱 殷商时代的人们 是大写的人间 真实现场 在商代祭司们创造的甲骨文中 几乎所有有关财富金钱贸易的汉字 都是以贝壁的贝字作为基础组合的 比如财宝 买卖 赏赐 贫贱 等等等等 贫这个字 上面是分 下面是被 它就表达了 当你把钱分掉 就会变穷的意思 而贱这个字的意思是 如果你的钱很少 就会被人看不起 那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呢 贤 贤这个字 在汉语里是好人的意思 在中国商代的祖先 创造这个字的时候 好人 就是有好多钱的人 好吧 我不是个好人 那么问题来了 满脑子被壳的阴商人 到底有多大能耐 大量诚意进入农耕和定居时代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好处 就是道路和信息网络的行程 一旦开启了定居的模式 点对点的连接路径 就会变得稳定 诚意之间 通商与交往的需要 推动了道路的生成 四通八达的路网 让殷商部落 商人们的脚步遍及中原 到达了今天的山西 陕西 长江流域 甚至更远的地方 考古出土被避的区域 以殷商都役为中心 东至沿海各地 西达关中 近南及渭水下游 北至华北 东北及蒙古高原 南地江淮流域的苏折湾 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 远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 出土了数千枚被壁 贝壳类型和穿控方式 与中原别无二致 我们从出土文物中 能够看到当初祖先们 高度统一的产品规格 不同区域出现的陶器 青铜器器型非常统一 甚至连选用的陶泥和大小 都是一致的 郑州二里港的几个古器作坊中 发现单个作坊 竟然只做成半成品 也就是说 在商代就有了划分细致的 多级加工市场 这是典型的 初级工业化生产 和市场化销售的证明 流水线精细化作业 立足中原 辐射全球的全系统生产链 在商代就已经产生 是不是难以置信 这都不算啥 世界贸易的战略布局 都已经安排上了 这种遍及东亚大陆的交易 当然不是单向的商品输出 在荀子的王志中 描绘了各地商品 实现了远距离贸易之后的景象 大陆北方的马匹和狗 饲养在了中原 南方的珍奇鸟兽皮毛染料 也成了中原的财富 东部沿海的龟甲鱼仙和海盐 西部皮革毛织品 都成了中原民众的消费品 生意之道是什么 人无我有 人有我忧 人忧我转 哪里有市场 哪里就有竞争 有竞争才会有发展 更具新意的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 被及时汇总到殷商的都城 这就会淘汰落后的技术和产能 形成更具竞争力的商品投入市场 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 带来了活跃的信息流 激活了整个大陆的创造活力 给殷商王朝带来了更大规模的产品创新 和商业竞争优势 殷商时代的人们 或许早已实现了买全球的梦想 他们足不出户 在家也能淘宝 买买买 新疆的玉石 蒙古的牛角 艾斯基摩的石刻画 喜欢的宝宝 看好 记得下单哦 殷商人员交流的范围有多大 考古的发现 实在是让人震惊 在殷墟不仅出土了产自新疆的玉石 而且在河南安阳殷墓葬中 人类学家杨基梅经过研究 发现了分属不同种系的民族人类头骨 其中大多数属古典蒙古人种 其次为海洋类黑人种 其他还有 艾斯基墨印第安人种 波利尼西亚人种 和欧洲的高加索人种 在商业发达的殷商时代 人们也是颇具商业头脑 目的很明确的 要要要什么自行车 一心只想搞钱 我出来打工 我不定计钱 我定计什么 在殷商时代 青铜就是财富 青铜就是金钱本身 俗话说 钱不是靠攒出来的 钱是挣出来的 搞钱的捷径 或许就是直接搞定一个富豪 比如上雍古国 中国伟大的诗人 屈原在著名的黎骚中 曾经回顾过自己的楚国鼻祖 地高阳之苗义戏 镇黄考越波雍 波雍的雍就是纪连的成义 今天实验是竹山县西南的 上雍古国 上雍古国是与殷商平行的 同样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而不是一个地处深山的蚂蚁小国 除了拥有领先的青铜产业 还是建筑 盐业 桑麻 茶饮 围棋 中医 和中国神怪无数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站在雍国的角度看 中原殷商就是最大的市场 最大的客户 但是站在殷商的角度看 就不那么美妙了 如果青铜制造代表着殷商时代 最先进的科技和生产力 最核心的竞争力 那么在此之前 无论是原料资源还是核心技术 都没有真正掌握在殷商王朝手上 这不仅极大的影响到了殷商的商业利润 而且几乎是直接拿捏着殷商王朝的 经济发展的命门 这就是商王武丁 为什么一定要拿下上雍古国的原因 他要的是一个上下游全产业链的闭环 这跟今天的大型企业发展路径是一样的 通过与专心野链青铜 三十年的青铜野链大户 雍国的战争 武丁掌握了财富密码 青铜原料加野链技术 加高端人才一把抓 实现了财富的爆发式增长 殷商宝到账十万倍币 但这还不算完 谁还能嫌钱多 听说彭国的厨子不错 我是厨神这事都知道了 抱歉 是矿不错 铜矿 and 金矿 我全都要 我全都要 大彭国同样是青铜野链铸造的高手 它的都役所带的区域 在今天的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内有个铜山岛 这个岛因为地下铲铜而得名 古人有四个字 专门形容这里 叫做地产监金 商王武丁干脆利索地灭掉了 八百岁的大蓬勃 拥有了自己第二座金山 控制财富的源头 让殷商崛起于中原 对他来讲 当然是最为正确的选择 青铜王者由此崛起 钱也有了 矿也夺了 那么接下来 争点高端的精神追求 做人没意思 那就自己成为众人的神 现在武丁已经拥有了 雍国和彭国 在武丁执政的第五十年 他发动了与史维国争夺神权的 终极之战 同样是火神祝荣的后代 但是伟国和雍国 彭国都不一样 这个部落一直留在了中原 他的独艺就在今天安阳市的范围内 安阳没有铜矿 所以这个分支没有继承 祝荣家族青铜手艺的衣钵 反倒是继承了来自鬼方 雍国祖奶奶的巫妇传统 直到武丁时代 中原的王权 已经逐步向殷商王室集中 但是神权 却依然掌握在 有八百年历史的 祝荣家族后裔的手上 韦国没有铜矿 但却拥有祝荣家族 最高的神权威望 韦国是当时最正统的 祝荣巫师代表 是原版易经 最高级别的传承人 得史维者得天下 朋友们 在这里小小科普一下 史维国 庄子大宗师记载 不道有情有幸 无相无形 西维士得知 一切天地 意思就是 史维士请起了天地 厉害得不得了啊 史维士 以养猪制皮为主业 历经下商周三朝 千余年不倒 并在商朝一度成为 上古五霸之一 堪称 最牛养猪家族 一个养猪的家族 厉害成这样 你让殷商王朝的面子 往哪搁 王者不发威 你还真以为是青铜啊 殷商时期的神权 不仅是掌管着信仰 更是掌管着 从天象浓食 到婚丧嫁取 几乎所有人间事物的 判断权 决定权 王权缺乏了神权 财富就只能是市场的聚散 而不是上天赐予的 制度性战友 对这一点 武丁看得非常清楚 他一生最大规模的三场战争 全都是针对 祝荣巫师的联盟的 他从雍国和彭国手上 夺取了财富源头的青铜资源 也解灭了祝荣巫师的羽翼 而最后一战 他要的就是最终夺取神权 目标确定 剩下的就是干了 鬼魏捕烧腐尾 一场大火烧得个红红火火 华丽丽 你大王还是你大王 殷商KO 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 东亚大陆中原社会的格局 让殷商王室 不仅在经济上 而且在精神上 成为了中原真正的统治者 三战完胜 几财富与权力于一身的五丁 一定需要华丽的器物来装点门面 接下来咱们说点艺术的事 殷商中后期是青铜器的顶盛石器 在中国的博物馆中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殷商时代用青铜制作的锂器 所谓锂器就是在公开的正式的场合 比如祭祀的场合 宴会和待客的场合 摆放和使用的器物 它的器型是如此的多样化 典雅而又浪漫 你总能感觉到它的那种兴奋的活力 那种非常克制的冲动 那种随意的惊喜 青铜器 殷商时代的战斗机 叱咤了一整个时代的风云 战斗机 它既可以是浑身500瓦霸气外露 散发着大佬光环的奥姆五点 也可以是可爱与精致并存的富豪小尊 当然也可以是四阳方尊 一个有头有脸的实力派 你在这些精美的作品上 甚至可以看到那些无名的祖先 在制作它的时候的表情 尽管这些器物 全都是王室和贵族的所有物 但它们无一不是大师级工匠的绝密创作 这是一个被归的时代 终于到了甲骨文高光时刻啊 1899年 在清朝的北京 任国子剑祭酒的王毅荣得了疟疾 在医生给他开的药方里 有一味药叫做龙骨 是河南安阳小屯村农民 种地时随手捡到的神奇的 刻有字画的龟甲兽 这东西当然不能指定 王毅荣却非常高兴地发现 这些所谓龙骨上面的字画 应该是传说中久已失传的商代詹谱文字 这是中国有文字遗存 作为证据的历史的起点 非常万幸的是 殷商时代刻写在 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就是今天汉字的源头 甲骨文是殷商时期 占卜用的朴词 甲骨文 殷商时代最闪耀的那颗心 最大的作用 是用来占卜记录解析挂象 在古代汉语中 詹这个字就是提问的意思 就是想知道一件事情的吉凶 补这个字 专门指烧灼 龟壳 想听他爆响的声音 观察他裂开的纵横文路 然后套入易经的挂象进行解读 侧吉凶 烧龟壳 记录结果 刻在龟壳上 这真是一个废龟的时代啊 而龟的重要性 显然是跨越了时间和空间 在四川三经堆的遗址中 发现了十九块 用于占卜的龟壳 那上面虽然没有文字符号 但每块龟甲上 都有一些刻意烧灼的小孔 孔形与殷须出土的有字甲骨 非常相像 其中最大一块龟腑补甲 长达五十九厘米 一南一北 一龟一古 这些旧地取材的巫师 比殷商时代要早上一千年 武丁时代给我们留下的 真正伟大的遗产是甲骨文 当然这并不是武丁个人的功劳 他凡事必问的超高频次的占卜 极大的激发了巫师们的文字创造力 快速提升了汉字的总量 和对多种事物的记录能力 在武丁之前的八片甲骨上 一共只有不到二十个字符 而武丁之后的十五万片甲骨上 字符数量超过了四千五百个 专家们能够试读出的单字超过了两千八百个 文字最多的单片甲骨上就超过了一百字 已经相当于一片短文了 除了记录占卜结果促进了文字的发展 你能想象甲骨文中还详细地记录了 昼王的一场战役 哎呦可谓是一部生动详细的战役日记 昼王十四发人方的作战日记 甲骨文研究家用沿途祭祀的骨片 拼合出了完整的战争日记 这组甲骨就是著名的地心十四伐人方 所谓十四就是地心的第十个祭祀周期年 但战争的日记并不是从地心十年开始的 在八四九四之中都有体现 因为南方部落阻断了金道西行的青铜通道的东线 在昼王执政第八年的八四古片中 记载了昼王进行的一次小式牛刀的实战 殷商地心昼王执政的第十年 他把殷商时期第二大经济实体周部落的当家人 文王纪昌带到印度扣作了人质 然后带着他的大象之君 进行了长达二百五十多天的漫长东征 并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在昼王执政的第十年 他选择了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带着庞大的军队浩浩荡荡地从昭哥出发 向着铜矿腹级的东南沃土挺进 昼王执政的第十年农历九月 他从印度安阳他的大乙上出发 一路集结他的军队 重阳节的时候他似乎还进行了修整 以便大家能够贫酒赏局 大军经过了山东境内殷商祖先曾经的都役 继续向东南抵达了江苏徐州的澎谷 行进到殷商势力的边界区域 今天江苏衰宁附近的幽国 甲骨普斯中对这场战争的记录非常详细 在战争的第一天 昼王身先士卒投入了战斗 一直战斗到了天色江岸 缴获的敌方兵器已经堆满了战车 这天夜里为了防止敌方偷袭 昼王要求所有的将士整个代弹 一直坚持到了天亮 巫师在普辞中欣喜地记录说 今少不至 决战到天亮的咒王 不仅胆识过人还欣喜如发 战斗小宇宙疯狂燃烧的咒王 战斗能力爆表 杀疯了 剿灭怀疑临方的战斗持续了八天 胜利的殷商王师 俘虏了敌方部落的酋长 作战结束之后 咒王并没有让这支大象战队休整 他趁着士气高涨 带着军队直接向南 挥石征伐恶顺部落 以碾压式的优势 击溃了恶顺据说是 数量多达两万人的军队 占领了恶顺的诚意 除了战斗小天才 咒王还是妥妥的时间管理大师 可以说战斗时间精准到秒 按照考古学家的计算 帝心咒王十年的这次东征 真正作战的时间只用了29天 这可比他的曾祖武丁历史三年法 鬼方用时少了太多 可见他的军事行动准备之充分 优势之明显 两战结束之后 咒王带着军队回到了优侯的都议 从容修整了28天 他留下了部分军队 安顿了新战领区的治理 在第二年正月的末围 带着丰厚的战利品踏上了归城 咒王的大军 在出征第二年的阴历四月 赶在淮河流域的梅雨季节之前 回到了北方的都城 他的仪器计算和节奏的把握 都精确到近乎完美的程度 这是几乎所有研究地形十四的人 一致公认的 不仅是时间管理小能手 沙场上的战神 咒王还拥有作为王的仪式感 这该死的浪漫 他从印度安阳他的大乙商出发 行进到殷商势力的边界区域 今天江苏虽宁附近的幽国 形成一千四百二十里 历时一百二十几天 重阳节的时候 他似乎还进行了修整 以便大家能够贫酒赏局 满载而回的咒王召集了 王室宗亲文武官员 齐聚祖庙举行了盛大的告庙典礼 这在甲骨谱子上被记载为 告于大乙商 为了纪念这次东征 表彰大象之君 所向披霓的赫赫战功 周王铸造了特别的雕像 既告于祖庙 这些隐秘的细节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殷商 被逼登场 直白的弹钱 不失为一种可爱 商朝商业帝国的崛起 靠的是霸道总裁武丁的 转映实力兼具 甲骨文闪耀在中国文化的 历史长河里 谁能想到爱占卜 也是文字生产力 当然了 断卦的龟壳 也可能是一本战地日记 少年别走 下次我们再聊五毛钱 周王铸